玩NFT的朋友相信对OpenSea都不陌生的了 如果是经常买NFT的朋友 相信都已经进过了不少收入费 给这个NFT的龙头平台 但是除了OpenSea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新兴的NFT平台是好用 是便宜过或者是好用过 甚至乎是可以超越OpenSea的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每日朋友的Desmond 在开始这条片之前 希望得到一个like comment share和subscribe这个channel 记得按铃铛就不会错过影片了 我们逢星期二五都会出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币圈的资讯 和我自己的个人分析 这条片都是我自己的资料搜集 希望将我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和大家分享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涉及风险 大家在买币之前就记得做好资料搜集 和定好一个止涉位 那我也不建议大家all in 避免做出一时冲动的投资决定 那今天我们就会讲讲现在NFT最近的发展趋势 一个叫X2Y2的新平台 那它和OpenSea相比到底有什么的优势 那它的Token有什么用 如何可以做得更公平 和更加回馈用户的OpenSea 那现在NFT市场都变化了很多 那近期就已经少了些人玩传统的蓝筹 好似是BYC或者ASUKI那样 那反而很多人就会玩一些3面的project 例如是这只Gowin Town Shitbeats 和这只Moonrunners 那么多人trade这些3面的NFT 那它们又不想给那么贵的Gatsby呢 那很多时候呢它可能就未必会用OpenSea 就反而会转到一些新的平台 例如这个X2Y2 那而最大的NFT家里的平台是OpenSea 那它其实呢现在都面对着很多的问题 那很多人买NFT呢一定都会听过OpenSea的了 那它们呢就由2018年一个5人的团队 用了4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最顶尖的NFT家里平台 那但是虽然OpenSea 现在都是最多人用的平台 那但是一直以来呢 都由不少人批评它的收入费太贵 和它呢就不是太Wat Free 最后得益的呢就只有它们的公司 那而它们的用户呢是完全没有着数的 那什么为之Wat Free呢 其实很简单的而已 它们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们用户创造的价值 就会用Token式的形式回馈给它们 那它们只是用一个平台 可能已经可以享受到 整个平台带来的实质好处 那它们呢也都会订一些System 会平衡各个持份者 和各个参与的Parties 令到每个Parties它们都有得益 那甚至乎啊 这些用户和持份者 还可以决定整个平台未来的走向 那就令到整件事更加公平 和令到不同人呢 都可以有权决定整个平台未来的走向了 那而之前呢 也都一些负面新闻爆出 例如呢 就一些员工涉及内部交易 或者呢 就是系统超载 令到整个网站就停机了很久 那些人想tradeNFT都没得trade 那而OpenSea本身呢 也都是没有Token的 它是收埋收埋 那么高的手续费收入 其实全部都是给它们的公司 和它们借股的投资者 那而这一点呢 也都令很多加密货币社群的人 是非常之不满 是批评它们太过忠心化 完全就不像一个wet free的product 那而OpenSea呢 之前也都计划搞IPO 那而这个消息一出呢 其实整个社群呢 更加是吵到拆天 那而OpenSea是新任CFO 还要火上加油 他就说 如果一间公司 有这么快的成长速度的时候 不考虑给它上市呢 就真的太蠢了 那但是你这么说话 对那些用户来说呢 就真的难听过粗口 很难不被人骂的喔 其实是不是没有什么人夹它做公关呢 没有公关 屎都没得吃 那为什么社群的人会那么生气呢 因为OpenSea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因为所有社群的人 和用户所共同贡献才有的 那他们现在呢 都一定有些被人过桥抽板的感觉 甚至乎会觉得被人当condom那样用完即器 那而有些人呢更加公开表示 他们已经引够OpenSea 很想一个新的平台出来去取代他 那而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越来越多人的意见就被人无视 那虽然刚才我们所说 那位涉及内部交易的员工呢 虽然他就不是太道德 做了一些insider trading 那但是他勉强来说 都开上一个称职的产品经理 那而他都被人炒了之后呢 其实很多社群的人 他们提出的建议呢都被人无视 那而很多人想反映这些问题 或者他去找客服帮助 那他们始终呢都收不到一些回应 那而他们日渐降低的效率 和团队的傲慢态度 也都令到越来越多人是非常之不满 那而这个时候呢 也有些新兴的平台出了来 那他们呢就是Nodesware 和X2Y2了 那他们呢除了不搞IPO 而是透过空投自己的token 被OpenC的用户来抢客之外 他们还设计了很多新的功能 去方便一些NFT的用户 那而今天呢 我们主要想说的呢就是X2Y2 那因为我觉得他整个设计 和理念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整个理念都要涉及我刚才所说的 Web3的精神 那他甚至乎是有机会和OpenC 一较高下的平台 那首先呢 他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那他其实呢就是参考了一个 一个完美的圆形的公式 就是X2Y2 就是这个R2 那寓意呢就是他们想打了一个 完美的NFT交易锁 那说得这么好听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料呢 其实他们的交易量呢都就是不差的 他最近的交易量还要超越了OpenC 那而每日互约的用户都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市场份额呢也都越来越大 那反而OpenC是每日互约的用户和交易量 就开始每日放越下 开始有走下波的跡象了 那他是想着一个完美的NFT交易锁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做得好 甚至乎是做得比较公平的呢 那第一就是他们没有找VC的融资 那他们整个Token Launch的形式呢都是比较fair的 那他们呢就不是将早期押到 给了一些很有钱的VC 那而是呢搞了一个叫ILO 即是Initial Liquidity Offerings 那这样东西呢他就有一百名单 给他们活约的社群用户 令到所有人呢都可以公开参与 所有人的起跑点呢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好事呢 因为很多VC虽然在前期呢 可以给到很多资源和知名到一个project 那一开始呢他的Token可能会pump得很劲 那但是其实很多VC 来到呢都是为了赚钱的 赚了之后呢就不会跟你讲感情 那当那些Token慢慢unlock 他们很大机会呢就会pump那只Token 令到之后的沽压就很大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有机会pump and dump 那特别是熊市的时候 流动性连他们都比较紧缺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pump得更劲了 那不是间间VC都会跟你捱到下个牛市的 那而他们将这些早期的投资压到 给了一些真是关心他们 关注他们的用户 甚至乎真是用他们product的人 那自然就会令到他们更加有归属感 整个社群呢都会更加团结了 那他们都会愿意 将这个平台去推广给其他人去知道 令到其他人都参与过来 那而且呢他已经有实质的收入 每天呢整个平台都收紧 差不多80个VTH的 fee 那所以呢只要有人继续着用这个平台 他们就有稳健的现金楼 可以支撑到整个平台 不再需要外部的融资 那而刚才我都说过 它是token launch的模式呢都是比较公平的 那那时候他们做ILO的时候 那些人得到的token呢都会有 360日的线性解锁 去确保买的人呢都是比较长线体股的支持者 那而最厉害的是 他们ILO就拿了一大堆ETH回来 那他们不单止没有拿出来使用 甚至乎呢还拿来提供这个liquidity 放在它的pool里给人trade 那而拿到来的LP token呢还burn了它 换句话说 就是他们之后呢都拿不回这些ETH的了 那真是为整个pool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那证明整个team呢都真是有心搞 不是筹完不钱走路就算 第二呢就是它会推出一些新的功能 例如批量上架 批量购买 和将ETH转为WETH那样 那我还记得啊 我之前呢就想买一些比较小型的NFT 那例如这只MUN的NFT那样 那原本每只呢都是很便宜的 只有0.0多ETH就可以买到一只的了 那那时候呢想着一只这么便宜 都是买回10只8只啦 那但是OpenSea呢就只可以逐一只逐一只买 是非常之不方便 那如果要按键呢我就要按十几次 还要给很贵的guest fee 那之后呢我所提交的交易 还要因为那时候太多人买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买那只呢 就已经被人买了的了 那所以那些交易呢都fail了 那而最后呢我只买了一只 那最后呢虽然这只MUN就升了10倍 那但是因为呢我只买了一只 最后呢就赚了一个少少 那而原本呢如果我真的买10只的话呢 可能就已经赚了2个ETH了 那而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可以在X2Y2这个平台那里 就可以一次过买了那么多 那所以对一些买开NFT 会数这个floor price的人来说 或者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啦 那而很多时候我们在OpenSea上面挂单呢 就用这个WETH 就是被智能合约所wrap了的ETH 那但是OpenSea呢就没有一个功能 可以给用户很方便地转到WETH 那而X2Y2呢就有这个功能 那令到这些用户呢就会更加方便了 那而第三呢就是平台的手续费 就会100%分给这个X2Y2 token的人 那他们现在在平台上面加益的手续费呢 就是0.5% 那而他们收的呢都是真金白银 实实在在的ETH 那而这些呢其实全部都是分给 这个X2Y2的stickers 那令到投资这只币的人 可以直接在平台的成长 和收入上面得益 令到用户和投资者的利益 是真正align 那以它是每日平均收入 就是70个ETH这样来计 其实一年呢就可以收到25550个ETH 那这里呢都有2500万美金 那而大概用7年的时间 就可以用这些收入 赚到整个token市值的钱的了 我还没计它是sticking所赚到的token奖励 那而X2Y2这个token的full little diluted cap 就是所有token出出来的市值呢 都只得1亿8千万美金 那如果可以keep到这样的交易量 用7年的时间 就应该赚到这个市值相当的钱了 那而第四呢就是 它的community做得很好 那而它们的创办人呢 都很积极听这个社区的意见 那因为wrapped through 就是很讲community的 那而它们的创办人呢 也都show到它是很有力的 会慢慢聆听用户的意见 和去改进 就不只是听人就算 或者就好像openc 那样完全听都不听 那这样呢就令到它们社群很活跃 那它们是很忠诚的 那甚至乎一些members呢 还会自动波去帮它们去promote 在twitter上帮它shield这个X2Y2 那所以这个风气呢 其实是不错的 也都令到很多用户呢 其实会自发式地帮它宣传 那而它的竞争对手又是怎样呢 那刚才我没说过 除了X2Y2之外呢 还有另一个平台的 它就是notsware 那但是之前呢 也都有网民踢爆 notsware的团队成员呢 就已经套现了大量的WEDH 而这里价值呢 就有7300万美金那麽多 那它们甚至乎呢 还放入这个混币工具 tornado cash那裡 那这个呢 其实是很多客户经常用的工具来的 那用了它 那些人就trace不到你的address 那你呢 就会把它分批分散打入不同的address那裡 那是很容易用来洗黑钱 那而notsware呢 也都相计爆出很多其他的问题 例如是抢尸一步去偷步责押 或者是团队呢 都参与这个做市那样 那而它们用这些方法呢 也都分多了很多notsware的token 那它们再将这个notsware的token 来做staking的话呢 就可以进一步分到更多的平台收入了 那换句话说 即是用它们本身的advantage 来摊薄了其他用户的利益 那虽然严格来说 它们就是没有犯规的 都是跟回整个游戏的游戏规去玩 但是这样呢 就有少少偷偷摸摸 不够正气的嫌疑 那特别啊 就是它在宣传的时候 就是打着for the people 这些那么大意想而的旗号 那这样做呢 可能就有更加大的反效果了 那大概说到这个x2y2那么厉害 家里量还要直追openc 那到底有些什么风险呢 那第一呢 就是它们的产品开发出道 其实现在都有所放缓的 那虽然现在都不慢 但是呢 都是没有之前那么快 而这个市场呢 其实是变化得很快的 不进則退 那如果你不快点追赶上去 就很容易被其他人爬头的了 那第二呢 就是openc其实都有动作的 它就推出了全新的 Web3 NFT市场协议 想着为整个NFT的交易市场 另一套新的准质 那而这件事呢 其实都有机会令到openc 可以继续成为市场的龙头 就好像uniswap那样 其他人呢都只是跟他机了 那而第二个风险位呢 就是它的交易量可不可以持续 那因为现在呢 就正是加密货币的熊市 那而NFT呢 更加是特别缺乏流动性的一个产品 那而在熊市的时候 其实这些NFT的交易量呢 有机会会走下坡 那而过往呢 我们更加是未见过NFT市场的熊市 那因为就算是openc 其实呢 它都只是2018年后才推出 那而上次熊市呢 其实我们还没有NFT市场这件事 那所以如果市况真是越来越差 真是没有人去tradeNFT的时候呢 那这个平台呢 自然都会失去它的价值了 那所以我们都要谨慎一点 特别有很多东西呢 其实我们暂时都未可以预计到的 那这样呢 其实都要取决于X2Y2 它未来呢 可不可以继续掌握NFT市场的节奏 推出更多更加好用的新功能 去捉住这些用户的心 将这一班一开始 去为了短期利益 去挖它这个X2Y2 token而来的用户 去留住 那之后它们真是做到这一点 真是用实力 用自己核心的产品去留住这些用户 慢慢把它变成中实的用户和粉丝 再靠word of mouth那样慢慢传扬出去 但是这件事呢 暂时做不做到都还是未知的 可能我们都要观察一下 Dunitics上面他们的数据 和他们的社群 是不是都可以保持这么没约了 总括来说 如果你看到NFT市场的话 觉得整个NFT市场的市值和交易量 可以自至上升 这个可能长远来说 都一个不错的投资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还处于熊市 我们都是不应该太重仓 买任何的币种 就像我之前所说 可能大家都是主要买Bitcoin 和以太币为主 还记得要拿着一堆USDC的Stable Cost 随时面对不同的市况 而好像X2Y2这些小币的不确定性 就太多了 所以千万不要重着玩 都是买一点就算了 还有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他的未来发展 看看他在熊市的时候 会不会抗跌 会抗跌过其他的币种 或者走出一些独立的行程 连Bitcoin ETH都会有跌的时候 反而他在那里升 对于这些Tradecoin NFT的朋友 其实他就可以两边挂单 就是在OpenSea上面又挂卖单 在X2Y2上面都挂这个卖单 那只需要多给一些收入费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抗压我们的成本 就已经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Token 但是NFT市场都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你要很紧贴最新的市场消息 和你要有很强的市场触角 如果你像我这些臭手那样 玩到NFT都会输钱的话 就不要乱玩NFT了 那到X2Y2有没有机会超越OpenSea呢? 那虽然我觉得他就未必可以做到 但是机会都不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OpenSea可能也有些太老定了 那虽然他是龙头 现在来说好像他的龙头地位是牢不可破 人人都是用他这样 但是他的护城河呢 其实就不像以太坊那么强 有一大堆Developers是死忠 或在以太坊上面开发 而以太坊的EVM也都已经被人广泛采用 但是暂时OpenSea呢 就在技术上面都未见有那么强大的护城河 如果他安于现状 不好好去解决现在平台面临的问题 和安抚好现在的用户的话呢 其实都真的有机会被人抢客的 只要X2Y2和Looksware这些竞争者去不断改进 去推出更加方便NFT用户的新功能 而OpenSea现有的用户呢 都可能会慢慢流失 特别是如果他有一个很好 甚至是超越OpenSea的产品 再加上一个可以将大家利益aligned的Tokenomics 其实都是有机会慢慢吸到OpenSea的客户 而之前呢 其实我都见到不少这些例子 例如Bitmax那样 他以前都是合约交易的龙头 但是呢 现在就已经被人后离居上 就比之后才推出合约交易功能的Binance 和BitBit这样排了头 因为加密货币市场呢 就是变化得很快的一个市场来的 那很多东西呢 其实都是说不了 那如果你不去持续改进 那些用户呢 可能都会适选 转户用其他产品的了 那我们今天呢 和大家说了目前NFT板块最近的发展趋势 还和大家看了OpenSea现在面对的问题 新挥起的平台 X2Y2现在市场上有什么的优势等等 那不知道你对X2Y2这个平台 有什么看法呢 那都欢迎你留言和我们说下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咦 看到这里 别走 记得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 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